杨将先生有一句名言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可到最后才发现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生活里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快乐 而不是把时间浪费给不值得的人和事 相信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面对人世间的是是非非 终将学会不争不吵不计较 不争辩是生活魔力的智慧 看奇葩说的时候 对其中一期遍体印象尤为深刻 被误会要不要澄清 年轻的时候 想必大家的答案大多一致 被误会了 当然得出来解释 一句话不行就两句话 两句话不行就争辩到明天 当我们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 才明白 并不是所有的误会 都能越变越明 你开始相信 不是每条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这个世界上 真正值得说的事情并不多 人生总有些坎带自己去面对 去承担 不必奢求所有的人都能了解你 你也不必帮委屈解释给全世界听 道同则同行一断 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杨将在散文 控诉大会中 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在数百人的大礼堂 杨将突然遭到一位女学生的斥责 说她在课堂上传播 不恰当的思想言论 危害学生的精神健康 她不明白这个女孩子 为什么会污蔑她 也许她有苦衷 又或许被人欺骗 可是无论何种缘由 面对无端诋毁 杨将大可当面对质 为自己辩解 也可以事后去找这位同学 问清状况 但她都没有 杨将说 大礼堂里几百双眼睛都射着我 我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 就是新娘 闹房时戴着蓝眼镜 装作不闻不见 目然目作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是啊 再度的争辩又有什么用呢 只会让事态愈演愈烈 最终难以收场 后来关于那位女同学的故事 杨将先生没有再提及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 杨将先生的名誉 很快便得到了恢复 作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 她的品德受到了世人的景仰 王小波说 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 从沉默中却能 假如还想学得更多 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人越成长越明白 侃侃而谈是表象 默默无言才是人生常态 面对指责和不公平对待 能静下心来 不争输赢 平静处理 不仅是一种极大的自律 更是一种看透人情世故的智慧 不吵闹是时间赋予的教养 陈丹青说过一句话 我几乎从来不生气 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 有问题就去解决 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 人这辈子 与其生气不如争气 当你经历的多了 慢慢看透了世间知识 就会明白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而是为了更美好的自己 不久前 公司进行部门整改 有两位员工被列入考察名单 一旦没能通过当月的考核 他们就会面临被裁员的风险 消息不禁而走 其中一位年轻一些的同事 小A十分气愤 私下吐槽道 我在公司兢兢业业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凭什么解雇我 那个某某某 为什么不用考核 他的业务能力比我强吗 反正我们在这儿 只有一个月了 干好干坏都一样 不如干坏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 其他同事出于同情 还会安慰小A几句 但是有些话越说越难听 大家也只好对他避而远之 结果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工作越来越糟糕 同事关系也越来越差 而另外一名 年纪稍长的员工C 早就经历过职场的风风雨雨 虽然非常失落 但他的想法却截然不同 既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不如给大家留下个好印象 C没有向任何人抱怨 自己被解雇的事 别人偶尔提起时 他也只说自己能力不足 就算被裁退 也情有可原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C不仅没有懈怠工作 反而若无其事地 和同事以及上司融洽相处 结果可想而知 小A最后带着他的 愤愤不平离开了公司 C反而因为在考察期间 波澜不惊的表现 得到了公司的续约 曾国藩说 人心能静 虽万变纷纭 亦诚然无事 一个成熟的人 不会遇到一点事 就大吵大闹 他们经历了生活的波澜 看待了世间的沧桑 更愿意 静守内心地以防净土 宠辱不惊地去应对 生活中所有的难 不计较 是年龄给予的气度 很喜欢 《遗产小和尚》中的一段话 在清水中放一颗糖 不会太甜 但放一勺醋 就会很酸 捡到钱不会太高兴 丢落钱却懊恼不堪 人不能因为一件事喜 而高兴一整年 却可以因为计较一件小事 郁郁寡欢 人们总是在计较失去中 消费太多精力 却伤心难过 却忘记去珍惜自己的收获 结果不仅不能改变 还错过了人生路上 更多美妙的风景 去年刘嘉玲在接受 腾讯的专访时 主持人一开头就毫不避讳 直接问到 他1990年被绑架事件 众所周知 那是刘嘉玲一生中 最黑暗的时刻 1990年 事业如日中天的刘嘉玲 因拒接某老板的戏份 被人强行掳走 本来以为这件事情 就此落下帷幕 没想到12年后 有人匿名 把刘嘉玲当时 被绑架时拍下的照片 寄给了香港一家知名周刊 该周刊将照片 在封面上醒目刊出 让刘嘉玲再度陷入 舆论的暴风雨中 彼时刘嘉玲的情绪 几乎崩溃 如今再度谈及这段往事 刘嘉玲不但没有任何指责 而且洒脱自然 因为这件事情 我反而长大了 我原谅 我原谅所有人 原谅全部 主持人听闻他说 原谅绑架绑匪和周刊 不可置信地说 他心好大 他笑着说 要不然我不会那么开心 不会那么坦然 的确往事种种 即便我们遇见最坏的生活 也已经是过往云烟 与其斤斤计较 沉溺在生活的阴影中 不如放下别人的错 解脱自己的心 和同时期那些 早已消失在公众事业的 女演员相比 如今年过五旬的刘嘉玲 不但在大荧幕上 屡次大放异彩 还收获了一段 令人羡慕的爱情 看过这样一首小诗 天空收容每一片云彩 不论其美丑 故天空广阔无比 高山收容每一块岩石 不论其大小 故高山雄伟壮观 大海收容每一朵浪花 不论其青竹 故大海浩瀚无比 不计较是一种成熟 这种成熟就是 任他争长论断 我自心宽似海 周国平在《灵魂只能独行》中写道 许多人所谓的成熟 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 变得事故而实际了 真正的成熟 应当是真实的自我发现 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人一晃到老 当你看穿世事 看透人生 自然不争 不吵 不计较 不争是一种坦荡 不吵是一种安然 不计较 是一种优雅 余生愿你眼里写满故事 脸上不见风霜 不羡慕谁 不嘲笑谁 也不依赖谁 只是默默努力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一场虚空的世界 不断的喘息 踏破我的眼睛 各位说 是个怪异 表达的话 也没人能看得清 加风骑士的垃圾 面包是天赋 和努力的上帝 社会伪造出的奇迹 平常不知其余积 求你别富含情趣 这里深邃无疑 求你别识情怀疑 不用共鸣心 求你别强行隔地 学谁释荒为你 求你别永生无忌 除了我都可以 风刺的悄无声显 卖命的龙岛不会被谁提借 穿梭上一轮呼吸 我能够捕据你 求你别富含情趣 这里深邃无疑 求你别识情怀疑 不用共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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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别强行隔地 学谁释荒为你 求你别永生无忌 除了我都可以 求你别细耍人命 哪怕公平在心 求你别制造荒衣 眼底出刺散起立 求你别宏图满志 这个世纪热血等雨里 求你别醉成命令 让它等不及 如果允许 如果允许 你我交替 你我交替 我生而为你 我生而为你 我为生命